女童站在游乐场前 一名长发女子大步走来 二话不说伸手狂打女童 甚至还抓着小孩的后腿 重摔在地 接着无视女童趴地嚎啕大哭 转身就想离开 残忍对待 一旁的女童面露惊恐不知所措 夸张的是 打完女童后还一副若无其事 带着另一名男童和女童一起穿鞋离开 却一度把女童丢在后头 这件讹虐世界 事发在林口一间商场的游乐场旁 摔同女子不是父母也不是保姆 而是女童妈妈的闺蜜 请来帮忙照顾女儿 还有几副薪资补贴 没想到对方拿了钱 却是打骂才一岁大的小女童 导致她的头部四肢都是瘀伤 事后还称自己情绪失控才会动手 而女童的妈妈 念在席日朋友的情谊决定不提告 但已经紧急找了新的保姆 其实证明涉嫌虐童的女子 根本没有保姆症 竟然收钱带为照顾闺蜜的宝贝女儿 长达半年 最后是确认目前小孩子已经交由 合格的保姆来照顾了 那后续我们也会在追踪 关买孩子的受照顾的情形 发现确实有不当管教职情势 通知相关人士到案索引 并通报社工处置 没有保姆症这样一时情绪闯下大祸 即便是朋友私下委托仍然触发 保贝女儿交给闺蜜照顾却遭不当对待 恐怕是女童的母亲始料未及 记者许志明林韵君新白报导